My God,姐妹们,今天呢,要去带两孩子去赶上,买过年穿的新衣服了 因为呢,我想不起来今天呢,是新天天 我以为今天是星期一嘛 所以早上喂牛的时候,我还骂羊骂羊的去喂 后面就是才上老师打电话来带孩子去买衣服 说今天是新天了,让我赶紧去村里面的岔路口去坐车 我才知道今天是新天 然后花起花满呢,把两孩子都弄收拾好了之后 把小宝那背起来 我呢,就是想着去赶上的话,肯定要走很久很多的路 所以就想着用这个背带拿着去了 坐着那个车呢,已经到赶上了 到赶上呢,就是先吃完米线 上来我给大宝呢,吃米线 我跟小宝呢,吃饺子 就是根据自己想吃什么,就点什么这种来吃的 吃完了之后呢,就带两孩子去买衣服,孩子的地方 然后去的路上呢,大宝就看见了那个冰塔葫芦 大宝说他有一串,然后我就说拿两串买给大宝一串 给小宝一串 后面小宝他说不要,就把小宝的那一份也给大宝一起吃了 给小宝试穿的这一套呢,小宝呢就买这一套了 然后大宝也差不多跟这一套一样,棋子一模一样 只是衣服不一样,然后后面我也买了一套 就是我们母女三买的是一样的 然后这个裙子是我写的嘛 但是上来他说这个裙子不可能传人去上学吧 所以他又学了另外一套 所以呢,后面就想着又不两套都买给大宝吧 然后呢,就买了,然后后面又去买鞋子 买好了之后我们呢,就回来了 回到家里面呢,就先把那个洗衣机上面的东西拿开 洗衣机放到那个有水冷藤的地方 但是开那个水冷藤的时候发现没有水 但是看了隔壁家的话都是有水的 可能家家户户开那水洗衣服啊 洗被子比较多一点 我家这垒上可能就戳不上来吧 那就得下次再洗吧 因为测量大宝房间的那个假期我们来了两河 昨天落了一河,后面好喝 你看书名书好像又错了 后面我有重新打开一河重新测 昨天晚上一直放到今天我拿来看 颜色确实是变了等比昨天还有那个了 后面呢,我换了衣服啊鞋子啊 就准备去喂牛了 然后我舀了一点那个饱骨面 打算呢,因为前几天我家的那个黑牛生小牛了嘛 打算给他好好地补一补 就是把这个饱骨面给他吃 搬好了之后呢,让黑牛在那里慢慢地吃 我呢,就接水喂另外一条滑牛给那个小牛 喂完了之后呢,我就把那个滑牛拉到牛腱里面 嗑,再抱了那个饱骨草 放到牛腱里面嗑,让他们慢慢吃着 然后这个时候呢,黑牛已经不吃那个饱骨面了 我呢,就把黑牛拉到那个牛腱里面 再抱一个饱骨干干草 到牛腱里面让黑牛吃 把门关上了之后 再来把那个饱骨面有在那个桶桶里面 再来给滑牛吃 当然了,这个滑牛的话还有一条小牛给他一起吃 不过这条滑牛也是已经怀疑了 只是我不知道会什么时候生 现在也给他补一补 可惜了,黑牛拉 拌了那么多给他吃 他就是吃一点点 照这样喂的话 黑牛也不知道会不会胖 这样的呢,来这个牛腱里面 把这些牛粪啊,垃圾啊 都给他扫出来 还有底下是有一些泥巴 先用扫把扫 扫不起来呢 只有这个茶茶气炒 炒到了一起之后 把垃圾呢,垃圾的装 然后背到那个垃圾房里面嗑 因为留下来的牛粪跟泥巴呢 我就给他背到这个菜地里面 因为空位的这个地方呢 下次还可以拿来种菜 然后有菜的地方呢 还可以拿来食肥一样 也让菜叶长也好 我在打扫卫生的时候呢 就已经听着卖菜喽 卖菜了 然后我打扫下来 我就赶紧去买一点那个 番茄 鸡蛋 还有姜啊 还有一些配料 配料啥啥啥的菜 我买的比较少一点 因为买力多了嘛 一擦两擦吃不完 放你时间长了嘛 他就不歇歇了 我那今天晚上要吃的菜呢 的那个量 给他放在这个盆里面 然后倒水 给他洗干净 洗干净之后呢 把每个菜呢 都给他切好 放在这个菜板上 刚好这个时候 我烧了给开水 来洗这个洋衣 用来水洗的话太扎了 舌头别泥冰 所以我就用那个热水洗 洗好了呢 就把洋衣瓶削掉 该弄的弄好了之后呢 我就先把那个 拿两个鸡蛋 给他打在碗里面 用筷子给他打碎了之后 放在锅里面 先炒 炒力差不多 我就把切好的番茄 给放进去炒 然后呢 再加一点盐 最后呢 就是倒一点水 给他煮成汤 大伯呢 特别你喜欢 番茄鸡蛋汤 先让他呢 煮着 我就来把这个豆腐撕开之后 放在这个篮篮里面 给他洗一下 然后晾干 这个时候呢 番茄鸡蛋汤 也煮开了嘛 我就给他 舀在那个大碗里面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洋衣 给他切成片 然后再切成丝 就拿来炒了 刚刚我切的 酱根啊 辣椒 剁碎啊 酱啊 都是就 全部都要给他 放在这个洋衣室里面 当然啦 先放一点那个辣椒面 然后呢 最后再倒一点 那个活油 然后呢 再给他炒了筋益一哈 然后就可以出锅了 切了一点那个辣椒嘛 我呢 先把这个辣椒倒进去炒 刚好因为之前前几天熬了那个辣热的油嘛 我就有了那个来炒 因为那个油的话之前油烧过了 所以放在那个菜里面炒 它融化了就可以 炒着炒着呢 不够 我又加了一点 然后再把那个肉 跟那个辣椒一起炒 就可以出锅了 因为我今晚上我已经发现 我家的那个电饭锅已经坏了 所以我就没有煮饭 我呢就想着又不烤这个豆腐吃吧 一边吃菜 一边吃这个豆腐 然后呢 给大宝有的那个番茄鸡蛋汤 还有捏其他菜质而吃豆腐 但是小宝呢 他傻也不要 小宝呢 他就是指了指那个电饭锅 他说他想要放 后面呢 想到他小宝的碗 昨天晚上喝油 在那个 嗯 我没睡觉的那间的那个小竹子上面 我就去拿过来 那时候滑起滑 麻的我的腿 我的脚 碰到了那个 我在地上放的那个茶壶 就不小心 棒到了 又棒到了那个烤火器 烤火器上面豆腐又掉了好几个 掉的那个几个豆腐呢 我拿起来吹吹 然后擦擦 我就放在烤火器上烤 等会我自己吃 需要也做的 这样bene 评座 呜 评座 评座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